做女人真的好难啊 依靠才华和龙貌是女人所能选择的两条道路 如果同时拥有恶者 那前途几乎是一片光明 可大多数人所困扰的最恰恰就是这恶者之间 有了才华却发现自己相貌平平 有了倾国倾城的龙貌却护持了才华的重要性 但醒悟的时候却早以为是一晚 凯蒂大学毕业后 就从事一份换装饰的工作 她的天赋却以没有博乐场时而被无视 可哪怕如此 生活也依然需要继续 工作一方面的压力就不提了 凯蒂的摄影也是她烦心的一部分 因为这些摄影没有一个靠谱的 不过好在最近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凯蒂即将去面试 设计13名助理的位置 可在面试当天她睡过头了 并且在感动的时候 遇到一位婆婆需要帮助 虽然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 但凯蒂还是好心的给她指入 并且在之后 看到婆婆即将被车撞倒 也往过去拉住了婆婆 可自己的设计作品就彻底报废了 但不管如何 依然需要去面试 她的运气可真的不咋地 桑蒂此刻正遇到了麻烦事 因为她设计的作品被媒体吐槽 导致许多客户流失 一气之下 她进行了大量的裁员 以至于凯蒂的面试 也就这样错过了 生活注视不顺 凯蒂的热情也正在前前被抹灭 可现前那位婆婆却又突然出现 她也明显看出了凯蒂的难过 在交界中才得知了凯蒂的委屈 于是她亲自尝试了凯蒂设计的鞋子 没有读出什么 只是给了凯蒂一句鼓励的话 便离开了 可之后 凯蒂的生活依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除了桑蒂之前一脑子短路 才叫代言人之怀 需要重新招聘代言人 便再也没有什么风波可言 可恰巧 就是这个招聘 让凯蒂的生活 发生了重大改变 桑蒂见了许多模特 可却没有一位 让她有所心动 就在自己都快瀕丁崩溃的时候 认为迷路婆婆 最早到了桑蒂 同样的问题 却给了她人不一样的领悟 有时候自告问题 就需要换一种角度吧 桑蒂认为面试 或许一辈子 都找不到女生最美的一刻 她决定采用派对形式 她寻找自己心中的代言人 正如她所愿 这场派对上 真的出现了那位 让她心动的女生 而她的名字 叫做普鲁邓斯 这位女孩 没有犹豫 而是在桑蒂对她展开其他举动的时候 她却又独独藏藏 最后逃离了这个聚会 可在逃跑的时候 她的高跟鞋 却被拉在派对上 而回家脱掉高跟鞋的普鲁邓斯 却没有先前的龙帽了 竟变成了一望 让馒头鹏松砸乱头发的凯蒂 原来只要凯蒂穿上 她先吃蛇姬的鞋子 就会变成另一副模样 而在天亮的时候 桑蒂就直接找到了凯蒂的住所 因为在住完派对的交谈中 普鲁邓斯 无意透露出自己的鞋子 是凯蒂设计的 可桑蒂没有找到普鲁邓斯 就失望地离开了 后来之后 闺蜜和凯蒂 也发现了高跟鞋的秘密 所以很轻松地 就与普鲁邓斯的身份 出现在桑蒂的面前 而普鲁邓斯本来就是桑蒂 梦寐以求的代言人 所以 在她提出自己指出来凯蒂设计的东西时 桑蒂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桑蒂注意的身份 凯蒂 付费吹灰之力 就登上了 她的意见 也确实非常中肯 桑蒂也在这次合作中 才发现了凯蒂的天赋 一个人设计衣服 一个人设计鞋子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同时 拥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助手 和秦国秦城的女模特 桑蒂的事业 简直 就是一片光明 可渐渐的 桑蒂发现普鲁邓斯和凯蒂 从不会同时出现 大希望凯蒂 可以帮她挑出普鲁邓斯 传递搭配的意见 双中身份的隐瞒 总有一天 还是会暴露 可凯蒂已经沉浸在 普鲁邓斯的广怀之下 她认为只要能和桑蒂在一起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 都可以打赢 她幻想乌苏斯的夜晚 在不久后 也终于来临 可是这过程 却差点出现了一些意外 只要此刻 凯蒂才清楚 双中身份的困扰 因为桑蒂 不是爱她 而是爱普鲁邓斯 但是桑蒂并不知道 桑蒂等似乎在关键时刻退缩 可还是体谅的 选择尊重她 原本将会是激情的夜晚 就这样 早早结束了 原前根本不在乎 双中身份的凯蒂 在之后 又一次遇上了麻烦 因为 她需要经常在更衣间 不断来为千万身份 可不管她如何迅速更衣 两种身份 注定无法同时出现 两种选择在凯蒂面前出现 选择龙帽 还是选择才华 二者 不能兼得 又或者是为了保住事业和爱情 她必须抛弃凯蒂的身份 她必须告诉桑蒂 自己和凯蒂吵架 一次威胁她 辞退凯蒂 只有这样 双中身份才不会被发现 可是在做出决定之前 凯蒂 想要看看桑蒂心中的所想 但是答案 却是普洛登斯 愤怒 无助 以及所有负面情绪 全部涌向了凯蒂 她认为自己先前的付出 全部 都是浪费时间 没有容貌的她 不管何时 都是被人嫌弃的对象 她在临走前 将自己的全部不满 都说得出来 可就是这些 她曾经不敢说出的话 让桑蒂证实到了凯蒂 桑蒂也决定去询问一下 普洛登斯 她让她穿上凯蒂设计的鞋子 可此刻 普洛登斯 已经做好了放弃凯蒂的身份 为了桑蒂 她依然选择牺牲自己 但她的拒绝 就怀难了桑蒂的不满 她终于清楚自己的伴侣 需要什么样的角色 不是那种只有浓貌的花瓶 而是能不对她撒谎 桑蒂在背后支持她的女人 她愤怒的 就叫普洛登斯 只会仰仗龙帽 总有一天 当龙帽凋零 她却是一位毫无所谓的凡人 自己的期盼 终于如愿 普洛登斯激动的 混向了上你 在贵蜜假装指引下 凯蒂换围了自己的本身 在河边 遇到了另一位 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 而那双摩蟹 也在这份爱情的降临下 被凯蒂 可彻底的抛弃了 至于那位婆婆 也总算 不再迷路了 片名 摩蟹 男人苦恼 现在女生变得失敌 女生苦恼 现在男人变得挑剔 一切 其实都是冷价的 再美的女人 也需要花心思去打扮 再好的男人 也需要花心思去努力 没有什么是与天俱来的 但也不是绝对 富和代和仙女 也是经常出现的 但大多数人 都是普通人 既然没有这个命运 能做的 就是只能靠自己 谁说靠自己就不能改变 更新走 不忘珠心 不荒废时间 爱情事业 包括家庭 都将会变得 无比的美好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